为什么年轻人都想得社交牛逼症 最近社交牛逼症很火 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 社交牛逼症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解惑君就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词 这主要是社交恐惧症的极端反差 当你见到一个人和陌生人社交 或者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完全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心里没有任何包裹 彻底放飞自我 做了一些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社交牛逼症无疑了 代表人物有马牛逼 一个让尴尬都觉得尴尬的男人 往往这种人都在有病和正常人之间有理 当你看到这些人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其实有点社恐 也不是什么坏事 虽然社交牛逼症这个词起源于马牛逼的视频 但现在的定义里 基本上把它视为一种高情商的外向的表现 但作为不同的代表人物 撒贝宁 杨超越的身上 实际上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 社交牛逼症和有病是两回事